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国内的粉丝给我发私信说 浩哥,我的家人现在堵到了湖北的高速公路上 回家过节的时候 结果湖北下了一场冻雨 现在堵了几百公里了 在高速上快呆了一个礼拜了 你说这咋整啊 你们不是号称是野生国师吗 是吧,给想个办法 怎么把这个高速公路给疏通啊 好家伙,高看我了 好,咱先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犹如漠视电影后天般的情景 一片白茫茫的大地 几百万辆车 有没有几百万辆车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湖北 自古就是九省通渠 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所有的线路目前全部停运了 这是一场世纪不遇的冻雨 哎呀这个事情呢 我一看海外的这帮独轮运的偏执的精神病的摇棍们 比如说这个什么赵兰剑之类的啊 就开始发挥了啊 说这个 韭菜困高速冰雕沙雕 什么政府失灵生态恶化 长江三峡引发全局反常 好家伙 一场动雨 他都能联系到是共产党干的啊 那是那这个几十年前 这个他那个爹啊 一不小心弄出一个这种脑残的偏执精神病 那也是共产党干的吗 你爹是党员吗 一群神经病啊 好吧咱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呢 确实现在的目前湖北所有的交通线路全部都停运了 而且呢连高铁都停运了各位啊 高铁已经是困了一天一夜了啊 这上面有人已经受不了了啊 有人呢 也也是属于精神呢 就是受不了这种幽闭症 好多人都发了这个疫症了 确实挺可怜 那那位说了 高铁怎么也停运了呢 是这样的啊 因为电力机车它需要电 而那个电线呢 被冰雨挂的冰铃子 短路了或者是压断了 这个时候如何疏通高铁 没有一个办法派出烧重油的内燃机车 或者是蒸汽机车啊 现在没有蒸汽机车了 内燃机车可以啊 只能这么办 这个所有的高铁站都变成这样了啊 湖南湖北高铁站都变成这样了 全部停运 而且动的不行了都啊 当然了也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 有一些巨婴吧 人家政府呢 安排他从高铁站撤到体育馆里边去 他还不干 跟人家政府的那个官员嚷嚷 你告诉我们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啊 不动死你 你就你就这个万幸吧 还还还跟人家政府的人员嚷嚷啊 好吧 再看看高速就更惨了各位啊 高速完全都瘫痪了 上了高速的已经被困了好多天了 这是整个的湖北的交通网 这是干嘛呢 没水 铲雪 烧水喝 烧枯枝取暖 大雪纷飞 天灾啊 这属于高速公路上被困的人们 推也推不动 这最可怜的就是那些开电车的那些人 油车呢 你要是满着油呢 你要是怠速开一会儿 那这个几十个小时一两天也用不完了那个油啊 就开点空调什么的 但是电车是开一会儿就没电了 而且在零下的10度20度的那个电 尤其是消耗的快啊 所以开电车的这回是最惨的 这回 大伙只能是烧树枝取暖了啊 开电车的早就没电了 这是 大雪 这次湖北的冻雨有多么严重呢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省大野市林乡镇的西范里村 虽然这个村外已经目前是无人居住的状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村湾受此次冻雨灾害的影响非常的大 我们的屋檐上的冰林已经截的有将近一米长的这个长度 还有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电表 我们的电表的盒子表面也截成了一层厚厚的冰 用手敲上去 可以听感受到这个冰层的厚度有多大 在我们的右手边 我们这个配电基站也因为此次的一个冻雨灾害 被积雪所压垮 看出来了吧 电力设施都压垮了 那个所以高铁没有电了 各位啊 有人说那这个湖北的高速公路部门那也太拉跨了呀 那你们不产雪吗 各位啊 有一说一啊 这个冻雨和雪不一样 雪可以产 但是冻雨产不动 你即便是拿铲车 甚至是用电钻 都弄不动啊 因为它是一层厚厚的冰壳子 根本就产不动 根本没有用 各位 你看看 湖北的 哎呀 这是 这是什么花啊 被冰都包起来了啊 还挺漂亮 看看 这冻雨都成了 这你看 这多漂亮啊 梅花 好家伙 梅花 真是在冰中笑啊 你看这多少多少 这个雪积了 这是30厘米 这是湖北 你看看 还满目清脆呢 结果呢 就全给冻上了 而且带来了灾难啊 带来的灾难 是学校的食堂被压垮了 压垮的树枝都把车顶给砸穿了 你看这车都被树给埋起来了 这是电动车 好家伙 你看这挂这冰流子 这路上就更别提了 路上完全都是一层冰啊 出去以后就摔跟头 根本站不起来啊 这好家伙 这哥们开 这哥们划雪板 用划雪板去上班 一个外卖小哥被掉下来的树枝插进了喉咙 但愿人没事吧 26岁结瘫的小伙子下雪压断的树枝压车子上面非要挪车子 又一个断的树枝砸到他车上砸他身上了这回一辈子就废了 车被砸坏了 去救车去了 结果人被砸坏了 你说知道的吗 那车也不敢开空调 那怎么办呀 下车取暖呗 烧火取暖 只能这样了 天灾无情人有情 你要说湖北的这些老乡们还真有好人 附近的村民免费的给群众们提供吃的和热水 湖北的民风点个赞 那位说说了半天你这野生国师有什么办法 能把这个高速公路给疏通了吗 你别吹牛逼什么秒通几百公里的拥堵 是吧 说实在的 泰山是堆的吗 这真不是吹 各位 我告诉你 就说这个高速公路的拥堵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呀 几百公里的堵车就是因为最前面的一段 有那个网友跑到那个堵车的最前头去了 告诉大家为什么堵 这里就是堵车的源头 这里有个坡上过去 车上过去 然后这里大车动都不敢动 现在我估计昨天听说已经堵到长沙去了 这就是源头给你们播播一下情况 就是因为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坡 那上面全是厚厚的冰 而这些载重的卡车根本就爬不上去 所以 别说卡车了 你就是后边的小车 没有雪地胎 没挂防滑链 不是四驱 你也爬不上去 所以这就造成了几百公里的拥堵 那么这个坡咋破 那位说 这玩意儿你不是说铲不动吗 铲不动怎么破呀 那撒那个溶雪剂 溶雪剂不就是盐吗 撒盐吗 那位说切 我以为你有啥方法了 你以为高速公路的部门傻呀 不知道撒盐啊 关键是撒完了盐以后化了 融化了 然后继续下冰雨下雪 然后又接上了 又接上了 没有什么办法 对吧 各位 看看野生国师独家的办法 厚厚的溶雪剂 撒上以后 那冰雪化了以后 它不流走了吗 然后 为了防止它流走 在这个路上 要撒什么呀 要撒那个炉灰渣子 就是北京老化炉灰渣子 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烧完了的那个煤渣 不能撒那个蜂窝煤的煤渣 因为那里边都是黏土 然后一压压实了 要撒那个焦炭的煤渣 那里边多孔 而且这个车上去以后轻易压不碎 就是撒那个焦炭煤渣 然后大量的盐除雪剂 掺到里边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融化了的水 变成了高浓度的盐水 是浸润在那个多孔的煤渣里边 它流不走 再下来的那个所谓的雪 还有冻雨 都会被这些高浓度的盐水 给这个稀释了 它也不会结冰 而且会提高摩擦力 所以当地的路政部门 要赶快派直升机也好吧 什么办法也好吧 先把大量的溶雪剂和煤渣 运到这个位置 先撒溶雪剂 然后把冰全化掉 然后大量的溶雪剂和煤渣 混到一块 铺到这个坡上 几百公里的拥堵 就能够解决了 各位野生国师不是盖的吧 您认为我这个方法可行吗 欢迎您留言讨论 点个订阅 下期再聊